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为我们主要电脑的原因 可以有很多 可能是因为用开iOS的你 已经离不开Apple的ecosystem 又可能是因为你想用Xcode去develop一些iOS的程式 平时喜欢摄像或者画一下illustration的你 可能跟我一样很喜欢MacBook内置的这个这么漂亮的screen 但很可惜 目前为止Windows都是占有了desktop operating system里面 74%以上的市场占有率 有很多的software都是针对Windows去开发的 偶尔你还会遇到一些是Windows only的 例如Engine的同学偶尔会用Solidwork 他就没有Mac的版本了 针对这些情况 难道我们真的要为了一两个software 去买一部Windows机 当然不用了 如果你不是打机的话 最实际就是在Mac那里装Windows 过往最常见的方法 是用MacOS内置的bootcam功能 但这个方法是只适用于用Intel CPU的Mac 从2020年开始 Apple已经陆续将自己不同的Mac系列 转用至自家制的SoC 用的是Arm-based architecture 与大家手上的那部手机用的chips 本质上是非常相近的 但也都延伸了一个问题 就是它不再support bootcamp了 但不要紧 我们可以走VN 即是Virtual Machine 如果想装最新的Windows 11 我们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 给钱买Parallels Desktop 它的使用体验 会比起我们来介绍的第二个方法更好 但你要付出的是 那么多的钱 或者那么多的钱 所以如果你是为了 一两个specific的software 去装Windows 这个方法就真的很不值 所以接下来 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用UTM 这个open source的software 去免费装Windows 11 虽然它就没有bootcamp 或者parallels desktop 走得那么顺利 但应付一般的需求 都是绰绰有余的 首先我们要去官网 download UTM 官网的link 我都放在description那里了 进去那个link 你应该会看到这个界面 有两个按钮 一个写着download 一个写着Mac App Store 我们要选的是左手边 这个download 你按不去 它就应该开始在download 只拍下来的步骤 这个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的了 我们可以去download那里 开开我们刚刚下载下来的dmg file 然后将UTM的icon 由左至右 拉到application的folder里面 之后我们可以打开launchpad 然后run这个UTM 第一次开开的时候 它就应该会 prompt这个popup出来的 你只要按open就可以了 打开UTM之后 你应该会看到四个按钮 我们要按的是左上角这颗 create a new virtual machine 按进去你会看到两个option 第一个是virtualize 第二个是emily virtualize可以直接access你Mac的hardware 所以是会走起上来 smooth一点的 emily就会慢一点点了 我们这里就会选择virtualize 然后点选windows 之后按进去你应该会看到一个download windows11 for arm64preview3hdx的一条link 我们按进去吧 按进去之后它应该会跟你说 你要成为a member of windows insider program 才可以access这个page 如果你之前已经opin过做insider 你可以直接按右上角这个sign in option 就能进去的了 但如果你是未曾经opin过 也不知道什么是windows insider program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register了 你要join这个program其实都非常简单 首先你要去windows insider的这个web page 那条link我都放了在description那里了 去到page之后我们可以搜索下去 然后你应该就会看到register这个键了 按进去之后你应该会去到这个page 那去register之前你要sign in了你的microsoft币先 sign in完之后你应该就会有一个键按register了 那当你完成了这个registration之后 你就可以sign in回你刚刚register了的account了 你sign in完之后它应该就会direct你去这个界面 那我们可以按windows client arm64insider preview 去download我们的phdx file 整个file大概是10gb左右 所以就预充一点时间了 那当你下载完成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到utm的界面 然后按browse 之后选回我们刚刚下载了的phdx file 然后按open 之后按next 然后这一步就非常重要了 你要选择allocate多少的cpu cores和memory给我们的virtual machine 那你可以给多少它就depend上你的Mac的规格 和你自己的需要 虽然它可以给你Mac到最准 但我建议还是不要超过你system的一般 可能你会想不是assign in越多越好吗 但其实assign in多了 反而可能会拖慢了你整部机的 所以我们不要太贪心了 你晚点也可以试试不同的combination 看看如何allocate才是对你的use cases最optimal的 allocate完之后我们可以去下一步 之后这个位置是optional的 那你做了之后 你将来你的Mac和你的virtual machine 都会可以access到同一个folder 你也可以选择不加 不过如果加了之后 如果有这个资料需要共用的时候 就会方便很多了 如果你想share的话 那你就按browse 之后选择你想share的folder 然后按open 之后按next 然后按save 这个时候它就会花点时间 在你的disk上做一个partition 完成了之后你就可以按play了 然后你就应该会看到它开始boot 完成了 等了分多钟之后 你应该就会看到windows11的安装界面了 那进来呢 首先我们就选回香港 然后按yes 之后选回US做我们的input method 然后按yes 之后按skip 然后来到internet connection的画面 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是应该要skip了 但我们看不到这个I don't have internet 的option 如果你都遇到同样的问题 这个时候你可以按住 fn shift f10 应该就会有一个windows的command prompt 弹出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打回全大家 ioube forward slash bypass nro 然后按enter 它就应该会开始reboot的了 然后我们重复我们上面做的step 按yes yes 再按skip 这个时候你应该就会看到I don't have internet 这个option 我们按回去 之后按continue with limited setup 之后我们就要accept 它的license agreement 然后跟着它的指示set out你的windows account 去到privacy的setting 我自己倾向就是会关掉它 关掉它之后你就可以按accept 过了一会儿大家应该就会见到你的windows11就安装好了 但你看到其实我们还没上到网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utm的官网 下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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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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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Spice Yes Tools 選擇Yes 然後我們就可以安裝Driver 最後我們就按Finish 它就會開始Reboot Reboot完之後你的Driver就應該安裝好了 你也可以看到你是連接到網絡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 Resolution好像很低 這個時候其實很簡單 我們去回Setting 在System那裡按Display 然後設定好Display Resolution和Scaling就可以了 經過我的測試 只要設定在3024x1964以上的Resolution 就不會見到九雅了 以我這部MacBook Pro 14吋為例 只要按3072x1920就會剛剛好 你設定完了 你也看到東西變得很小 這個時候你只要設定Scaling就可以了 然後你也可以開一個Browse 檢查一下你是否真的連接到網絡 之後你就可以試一下 裝一下你想裝的Software 老實說 UTM就真的沒有Bootcamp 或者Parallels Desktop 走得那麼順 不過應付一般的需求 都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所以如果你要用的Software 是很主力 很常用的話 我建議你還是買Parallels Desktop 但如果你目標是打機 我想你也知道 你不應該用Mac了 這次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